香港的保釣行動委員會在遊行 要求日本歸環釣魚島 大會聲稱有5,000人參加 而警方指高峰期有超過800人 遊行打頭陣包括有上個月 參與保釣行動的啟風2號船長和船員 參與遊行的人手持紀念918的環額 沿途高叫口號抗議日本侵佔釣魚台 在途徑日式百貨公司時就高叫抵制日貨口號 其間有個男人焚燒日本和美國國旗 一度引起混亂,他最後被警方帶走 遊行對五帝達中環街的廣場 在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樓下發表宣言 反對日本軍國主義,又焚燒日本國旗 由於領事館沒有人接信 他們焚燒請願信後和平散退 香港天樂記者文家後報道 北欧 天樂記者文字 北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